球转移到右侧 任何队进攻 王刚拿球 交给了矢量 这球有点慢 这球果然矢量丢了 看到特许拉有机会 是单道球的机会 特许拉在发球区里面再扣一下 被踢倒 球最终被矢量又拿回到脚下 他看的是引的对手 任何队在防守中没有犯规 也没有启动VR 这件世界杯其实也是VR的一个重要的演练的场地 那么应该说很多VR什么时候启用 什么时候不启用的这样的一个界定 球迷当中还有很多争论 具体比赛当中我们中超也是采用这场技术的联赛 看看重新开打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特许拉虽然刚才这个球没有能够打进 不过他断下矢量脚下球还是非常的高效 自己被球队创造出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杨晓天又是和谢萌飞在左路来进行配合 结果传身后杨晓天插进来 但是万后凉先把球踢在杨晓天的身体上弹出了底线 上半场的杨晓天在左路这一侧实际上往返 频率非常的快 是的 来来回回 也是起到了在左边路的助攻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这下刚才特许拉成功的断下矢量球 随后形成了高速冲入了发射区的机会 扣了一下跟万后凉还是腿部应该是有接触 这一下还是有一些接触 不过呢这边应该是不打算来启动VR的 对 视频助理裁判VR的启动呢 视频助理裁判VR的启动呢 是